HELLO 大家好 我是Laura 良心儀 今天想要非常誠懇地邀請大家來參加 2015年的同志賢生選手 我覺得這個活動對我來說 因為我們都很相信 每個人都有權利去愛你想要愛的人 台灣雖然是曾經是亞洲票選的同志友善國家 可是我覺得大家的思想觀念還太繁榮 太多朋友都是躲躲藏藏 甚至於家人像他不知道 因為太多他們覺得恐懼甚至膽怯 我認為可以透過同志遊行 同志先生選拔 來慢慢地提升社會的認同感 相對的家庭就很快支持 如果剛接觸這樣子的同性話題的時候 是我發了一首單曲叫做《必答》 那我們在拍MV的時候 決定它是一個同性話題的故事 那在拍的過程當中 就是我們所有的人都很認真地去想 就是同事的一個出發點 然後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很訝異就是 雖然我們活在一個很開放的社會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拍很多不同的劇情啊 在婚姻平等權上 我們卻是沒有完全的開放 我相信台灣總有一天會像美國一樣 是個非常自由的國度 然後可以喜歡自己所喜歡的人 愛自己想愛女人 每個人都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利 這是最重要的 我們可以結婚為什麼同志不行 這個是應該它是必須要被合理化的一件事 這是一個持續性的責任 我們當然希望說 有台灣更好的同志先生 能夠站在國情舞台上 那是推著讓我主動去參與這件事情的主要運行 那今年這個活動呢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比較好玩的方式 去講一個大家覺得很重要的話題 那希望大家呢 就透過這個活動的時候呢 能更了解這些話題 然後用你的方式去支持 為了愛所以堅持造型 哈囉大家好 我是左光平 這次來擔任這個比賽的評審 自己很期待 因為我想很多的才華都 隱藏在你們的身體裡 盡情的受益 到時候見了 支持台灣同志先生選拔 誰會是這一屆的台灣同志先生 誰是下一位台灣同志先生 誰要當下一位台灣同志先生 誰會是下一位台灣同志先生 誰會是下一位台灣同志先生 誰會是下一位台灣同志先生呢 誰會是下一屆 Mr.Gay台灣 誰會是下一位台灣同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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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精彩揭晓 10月8號準時揭曉 愛是宇宙 愛會永遠會成為 恭喜 Shergey Wozak 詞曲 作曲 初音 me Channel